你真的要把秦桑送回去吗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秦桑留在雍南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我们要把他送到 敌人的身边去 可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人 他只是个局外人 我们要用就要用自己的人 这次你跟秦桑一起回去 要继续完成对义家的计划 锦知 我要回府院了 什么时候 很快 姐姐 你不要走好不好 要是你走了 我会特别特别地害怕 你把这个拿着 这是程家的东西 有他在你不要怕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保护你的 眼下这一步至关重要 秦桑虽然问着一连凯的消息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的心思还在 我会完成任务的 这个任务你必须要完成 而且要完美地完成 只要不伤害到秦桑 我会完美完成任务的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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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给福院发电 告诉义姬培 我们愿意释放三少夫人秦桑 是 老二已经走了好几天 李重年这边 暂时还算抵住了 雍南的周边 也算稳定 只有老三的行踪 到现在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虽然雍南那边形势险恶 但三弟应变能力强 又有二弟的人在周边接应 我想三弟不会有什么闪失 保重 进来 收到天文会电报 马上发电通知二少爷 让他亲自去车站 接三少夫人 是 天文会要放秦桑回来 这个丫头 真的落在天文会手里 可惜电报只提到 释放背部的秦桑 对老三只字不提 难道老三在雍南 没有和他在一起 没有落在天文会手里 还是 天文会 想拿老三来做文章 三弟的消息 恐怕只能等三妹回来之后 咱们问问三妹了 兄弟们 咱们扶军正处于非常时期 各位辛苦了 不辛苦 我听不见 不辛苦 不辛苦 很好 你们班枪支弹药损耗如何 回少帅 我们枪支损耗严重 但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最多 好样了 这战场之上啊 其实没什么好处 不过有一点 就是我们没有的 可以到敌人手里去抢 去夺 你们记住 战场之上 缴获的武器装备越多 等到胜利之后 你们获得的奖赏 也就会更好 不管咱们的弹药够不够多 也不管我们的枪支够不够好 都可以让敌人给我们造 更何况 我们扶军的武器装备 那在全国也都是排得上号的 是不是 是 少帅 秦小姐是来辞行的 是 也不是 我还以为 秦小姐会迷恋雍南这片大好的风光 秦桑 还有一事相求 请讲 您此次放我回府远 不过是想告知天下 你已经放了一家的三少奶奶 展现天盟会的正义 现在外面有人说 你杀了老状元全家呢 倒不如 趁我回府远的这一趟 告诉所有人 老状元家的人还活着 那么秦小姐 打算怎么帮我呢 只需一张照片 让我和状元府上的程家人 合个影 好 我答应秦小姐这个要求 好 不要怕 像我一样 笑出来 我第二天 走 过去 两天 三嫂 你终于回来 你要再也不回来 表哥就带我们打过去了 二哥 老三呢 为了躲避天文会的追捕 我跟他那天走散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林哲 增加人手 搜寻三少爷 一旦有任何消息 立刻告诉我 是 秦桑 咱们先回家吧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府院 据我所知 他已经几次动手 想要杀掉一连肯 是 桑兒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快担心死我了 我没事 朱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累了吧 赶紧回屋休息 秦桑 父亲在书房等咱们呢 知道了 二哥 孩子回来了 父亲 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多谢父亲关心 先坐下吧 这回辛苦你了 三妹 你是怎么被天盟会抓住 又是怎么让他们同意 放你回来的 天盟会在占据 庄元府的那一天 我和兰坡就提前逃出来了 可是没想到 他们的人太多了 大街小巷 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们 兰坡也是走投无路 所以才会丢下我 抢了他们的车 才把他们引走的 我和兰坡是被天盟会给抓走了 所以我就想 好歹也是夫妻一场 就要同生共死 所以 我就在街上刺头罗网 可没想到 兰坡压根儿就不在他们手里 如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他走的时候 身上还有枪伤 三弟伤在哪里 伤得重不重 伤在肩上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他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 当年 给老三算卦的时候 说他命中注定有一劫 不知道 是不是赢在这里 二哥也没有兰坡对消息 不知道 我已经增派了人手去查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没消息未必不是好消息 不管别人怎么说 兰坡是绝对不会死在庸南的 好了 能回来一个是一个 我们现在也放心一些了 你赶紧回房吧 你爹一直担心你 你爹一直担心你 我父亲 是啊 秦伯父一直等着你平安回来 父亲 这是我从雍南程家 带回来的东西 请您过目 这不是 雍南庄严府吗 照片上面的人 都是承家女眷 这个女孩是谁 承家长女 承锦芝 老爷 老爷 您坐下歇一会儿吧 桑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是 这钱平安来了好几次电话催了 小桑此次去庸南 赶上出了这么大的事 又突然没了消息 你说让我这颗心 怎么能放得下呀 老爷 好在桑儿都平安了嘛 老爷 爹 小桑 爹 女儿 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瞧我这戒心 我送了你最爱吃的 这就给你拿上来 来 让爹看看 爹 受苦了 父亲 您还是不要太苦于悲伤 身体要紧哪 如今看来 要想从庸南救出三弟 咱们必须着眼于大局 继续说 眼下 重点在于破解江左之威 只要解决了江左之威 那庸南自然就不在华夏 本来 我还没有想出什么好法子 秦桑这一回来 倒是给我逼出一个法子来 虽然老三从小就古怪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选的这个媳妇 真不简单哪 父亲 父亲 是想出什么法子来了 有用者不可戒 不能用者求戒 戒不能有者而用之日 第十四集 戒时还魂 是 酱炒腊肉 朱妈 你别做了 就我跟我爹两个人 吃不了那么多 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 灶上还煮着东西呢 不多不多 你看看您在外边 遭了这么多的罪 回来就多吃点 你都瘦了一圈儿了 朱妈 朱妈 别再做了 吃不了就浪费了 不多不多 最后一道啊 这就上齐了 你知道吗 你朱妈为了等你回来 昨天晚上就开始备菜了 桑儿 你平安回来就好 多吃点九娘园子 和老爷啊 团团圆圆的 你们慢用 我先下去了 孩子 你是在担心蓝坡吗 那日他为了救我 自己引开追兵 之后就音信全无 我现在连他誓死 我的事活都还不知道 没事 没事 易少爷啊 是一个有福之人 就上次 慕容峰围攻之山的时候 他在明处 尚能够成功地解围啊 如今呢 他在暗处 敌人在明处 他肯定会成功 转位为安的 你呀 平安回来就好 你平安回到义府的消息啊 他肯定能知道 这样的话 他就一个人无忧无虑地 就可以回到福州了 孩子 你现在啊 能为他做得就一条 好好地吃饭 多休息 让他回来以后啊 看到一个平安健康的妻子 来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 吃吧 吃 吃啊 喂 慕容老兄 别来无恙啊 是义大帅啊 这通电话还真是难得啊 慕容老兄 我义某人 素来不喜欢拐弯抹角 今天也打开天窗说两话 我打这通电话 就是要请老兄你 帮忙处理江左事宜 江左事宜 这恐怕有点儿不妥吧 你就不要打趣我了 现在普天之下 有谁不知道 眼下江左最困难的正是我 慕容老兄的困难从何而来啊 你看我呢地处偏远 而且向来不插手江左事宜 就算我想出面帮你易老弟 恐怕也是师出无名吧 慕容兄 如果你只是担心这件事 不是心存芥蒂不愿意帮我 我一纪培有办法 让你师出有名 但不知道这名从何来呢 如果我没记错 令公子尚未娶妻 犬子不才 还挑剔得很哪 这一点确实很难办的 庸南老庄园家有个女儿 名叫程锦芝 尚未婚配 也从未与哪家公子有过婚约 比慕容丰小四岁 如果此事慕容家通电全国 成令公子慕容丰 和庸南程家长女程锦芝 定有婚约 那慕容家插手江左的事 就变成替庆家报仇 绝不会引起非议 当年曹操打徐州讨谦 用的就是这一招 易老爹 你真想我帮你进兵江左吗 不想 我只想请老兄打这一通电报即可 但是我不知道 这位姑娘长得如何呀 万一她又聋又哑的 等我通电全国之后 到时候可不好毁婚吧 这可不是要耽误 我儿子的一生吗 我儿媳被天盟会放回来之前 被关在城下 和城锦芝有过一张合影 我昨晚已拙人到报馆印刷 老兄看今天的报纸 就能见到这位姑娘的容貌 如果老兄不满意 再推托也不迟满 好 不过 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 就能够算数的 就算我满意了 我也得得到风儿的同意吧 你也知道 孩子大了 翅膀硬了 不好管 那好啊 那我就静候老兄的夹音 好 没想到您这么急着回旋 前平那边早就在催了 看你平安回来 我也就放心地回去了 爹 女儿不孝 不能好好照顾爹 看你说的 你呀 为了三少爷的事 这茶不思饭不想的 伤了身体呀 记住 好好照顾好自己 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心了 女儿知道了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副帅 我回来了 风儿 回来了 穿得这么整齐 上哪儿去了 朋友家办了个派对 叫我过去 添点人气 来 你看看 这报纸上的相片 易三太太旁边那个姑娘 你觉得如何呀 您怎么还看这个呀 还不错 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意思是 易老弟啊 报纸我已经看到了 不错 小姑娘在战乱之中 还能够笑得如此灿烂 这一点倒是和我儿子挺般配的 好 那我就等老兄的通电了 等等 有一点我还是没想明白 哪一点 成家的产业遍布江南江北 据我所知 他在江南的成家产业 就不曾给过你易老弟多少好处啊 那是因为你跟他非亲非故吧 但我就不同了 万一哪一天 我慕容家和成家一旦成了亲家 那他们成家便不在北方的产业 很可能大半数就落在我慕容臣的手里了 到时候易老弟就不觉得亏了吗 到底还是当父亲的 为了我几个不才的儿子 必须要有所取舍 程锦芝虽然是程家的长女 但是谁都知道 老壮远尚有一子 程允芝啊 有朝一日 他若当了家 万一不认这门亲事 那该怎么办 不认 慕容老兄 咱们是老亲家 像慕容家这样的亲家 有人会抛弃吗 好 好 父亲 这样一来 南北连城一线 以成军的浩大声势 足可以压制李重燕和梁兴北啊 不要高兴得太早 百手相知游暗箭 父亲 您是担心他 父亲 还是您考虑的周全 不是我周全 只是我太熟悉慕容臣 你马上秘密联系高佩德 让他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方法慕容臣随时进攻 好 好 父亲 我找你有事商量 秦桑啊秦桑 以前真是我老易小瞧你了 这件事你办得漂亮 师大体 不愧为福州一家的三少奶奶 说不定能促成我们一家 在整个江左的一次转机 父亲过奖了 秦桑现在只盼着 能让兰婆早日回来 一家上上下下 都惦记着老三 这点你放心 老二已经加派了人手 扩大搜索范围 不止在雍南找他 现在每天都有寻人电报 从各地发回来 父亲 请您换人去找兰婆 无论如何 您都不能让二哥 再继续找下去了 如果二哥再这样继续找下去的话 兰婆就会没命了 还有什么可以抵得过亲兄弟之间的感情 保不住老三的性命 你何出此言 父亲 您让谁去都可以 但是唯独不能让二哥去 三妹 现在可不是和老二怄气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三弟的生命安危 很有可能 就在咱们的一呼一吸之间 产生变数 二弟人马多 如展开地毯时搜索 我相信 无论是生是死 都能找得回来 大哥 如果不让二哥去找的话 那兰婆就是十生九死 如果继续让二哥这样找下去的话 兰婆就是十生十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担心老二会怠慢此事 父亲 秦桑不是怕二哥会怠慢兰婆 秦桑是怕二哥会迫不及待地找到兰婆 然后置他于死地 三妹慎言 大哥 你不相信吗 我也不相信 同是一家兄弟 就算不和睦 也不至于你生我死 兰婆处处忍让二哥 不争不强 可是二哥却一再地置他于死地 三妹 话可不能乱说 若是何时何地 老二或者燕云对你有所不敬 你尽管告诉我 大哥替你做主 我让他们给你赔礼便是 但万万不可 撤上生死恩怨哪 知善知善 二哥曾派一名姓宋的副官 随时兰婆左右 大哥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问问兰婆以前的许副官 那日经文父亲遇辞 宋副官提议骑马抄近路 可是就在半路上无缘无故 兰婆的马突然发电 害得兰婆差点坠马身亡 二哥怕此事有差池 特意在半路安排了刺客 想杀宋副官灭口 可是没想到被兰婆所杀 是吗 宋副官见滚溃一溃 开枪自杀了 父亲 您知道宋副官死前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不要再说了 宋副官说 二少爷大恩人 是我老宋无能 没能杀这个小杂种 父亲 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看兰婆就连上一次绑架 也都是二哥指示的 我叫你别说了 父亲 我说了 让你不要再说下去 你又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有多严重 你是要毁了一家 出去 关门 亲子 兄弟相征这个火苗一旦烧起来 就再也扑不灭了 不光是我这么多年打下来的 江左姬业将要毁于一旦 而且你会把整个南方诸省 都拖进混乱之中 你觉得那群军部的人 是好相处的吗 明面上他们会各自支持 老二老三 但他们谁不相处 像李重年一样 想要自立为王 如果江左一旦乱了 江霜喜慕容臣李重年天盟会 甚至日本人都会趁乱而入 到时候硝烟四起血流飘渍 十万人牺牲 百万人流血 千万人失去家园 这个后果难道你承担得起吗 我承担不起 可是他们的幸福和安慰 为什么要我来承担 千万人失去他们的家园又怎么样 我的家已经没了 我的丈夫要是死了 他们感恩送得也好 轻蔑辱骂也好 他们还是会过自己幸福的日子 可是我呢 我身边就再也没有一连凯这个人了 他要是死了 李家的兴率与我何干 江左的安慰与我何干 在我身后 我滚大红石头殿 我丈夫要是死了 你别说拿千万条命去换 就是拿千万万条命我也不换 我原本觉得老三强娶你入门 是他瞎了眼 选错了人 可是没想到 你可以为他上枝山 为他义无反顾地反抗我 看来他眼光还真不错 你真是我的好儿媳 老三的好妻子 可是我却发现得太晚了 如今我一家 已经容不下你这么好的媳妇了 父亲 还请您手下留情 若是三弟真的活着回来 您怎么跟他解释三妹的事情 失去了三妹 三弟真的会疯他 你越优秀 就越是危险 对于易连凯 对于易家 你都是一味毒药 父亲 您杀了我也没用 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杀了我 只不过是掩耳道零罢了 今日您可以让家庭和睦 明日还是会手足相残 没错 杀了你确实没办法改变什么 但是如果我不杀你 甚至我把老三 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你就能保证自己永远坚没吗 如果带不回老三 你就能保证安下心中怨愤 不让人给你报仇 您不能善我 我以为你已经无所畏惧了 我不是怕死 只是蓝婆现在下落不灭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父亲 您可以杀我 但是不管他生与死 我都要见他最后一面 可死也明白 老大 老大 把他关起来 我都要死 我都要死了 胡仲凯 借职责之便 破坏军中通讯 秘密联络天盟会电台 九地处军 李农 杀我夫君士兵 夺其军服 乔装改办入我军 数次煽动士兵暴乱 九地处军 廖杰 原我夫君营长 被天盟会策反 意图在少帅必经之路 白藏炸药 被及时发现 九地处军 李大丁在军中潜伏多日 向水中投毒 并探查我军物资运输路线 企图切断我军攻击 就地处决 少帅 都已经处决干净了 各位 刚才的话 都听见了吗 你们记住了 这些个天盟会的人 才是真正要加害你们性命的人 而他们临死之前 却装得这么大意凛然 简直可笑之奇 此次雍南之变 本来就是天盟会 首先点燃的战火 而我们扶军 师出有名乃正义之师 此次我扶军东征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救雍南的百姓 于水火之中 你们愿意吗 誓死追随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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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身陷绝境 还有转环的余地 被安然无恙地送了回来 要是三弟 能有这样的福气就好了 二嫂 我 人这一生 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千千万 但是真正能得到的 却只有一小部分 得不到的 要么放弃 要么四季夺取 是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毁掉他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三二 你回来了 是不是大帅 已经派人去找姑爷了 你们待在房间 不许出去 把我囚禁起来 是老爷的意思吗 是 我会在门口守着 来 凭什么禁锢我们自由啊 三二你刚从雍雍南寺里逃生的 又把我们当犯人了 竹马 你炒也没用 现在我们的命 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了 怎么家里又开枪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发现了一个刺客 已经处理了 那三妹呢 三妹受了些惊吓 我已经把她送回房了 让下人们 多看护她一些就好了 下人们哪儿够啊 我去看看她 潜儿 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 此事有些复杂 我不便与你多说 你们不会 把三妹给软禁起来了吧 我们的手然后也不行 让她复杂 我需要你 请继续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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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